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实战的案例 我也有很多很多实战的案例 大概十多个二十个 自从我们信号退出来以后 首先我想跟大家说一个非常著名的太阳能公司 代号是STP 也就是大家都知道无锡上德 那么这个公司我们可以看这张图 股价在我们就说近期在三月以后 这个股价出现连日的多天的下跌 包括我个人认为当这个短期的信号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上有76.2 73.6 也就是这样的角度线出现的时候 我都怀疑甚至我在我们的VIP里面也说 在这个股价短期可能还会跌 我都不相信这个股票会出现反弹 但是随后的确我们出现了反弹 这个是我个人认为人的因素和图表的因素 就是人工智能的因素的一个非常大的区别 因为人的因素它会被很多东西困扰 为什么我认为说这个股票不会涨 是因为我认为大盘要跌了 我说大盘要跌了 这个STP更要跌 会跌得更惨 因为这个大盘在涨的时候 它不涨还在跌 那大盘跌的时候它更要跌 所以我当时就说 我跟我们的VIP朋友们说 哇 这个股票还要跌 可能还会创新低 就第二天就拉出这根大阳线 这说明这个信号是非常非常威力很大的 那么随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3月20几号的时候呢 它出现了一天大涨 这个当天呢我也关注这条新闻 是关于美国商务部对于太阳能金归 一个出口税的 进口税的一个问题 当天打盘就打涨 随后呢我在一个媒体当中呢 表示呢这个股票呢今天见顶 因为我说今天不去验证一下 也许以后就没有机会验证 我的这个软体有多大的这个优势 多大的这个准确力 因为很多朋友都说 啊 沃鲁你是马后跑 你因为所以这个股票你都知道走了 你把所有的样样子都出来 那我还保存着这个媒体的视频 和所有的这个当时写的文字 啊 第二天我们可以看到 的确第二天这个股票就跳空高低开 就不断的走低 那么很多朋友问我 现在这个股票已经出现了一个顶部 和一个底部的一个信号 我们可以看圆圈是一个底部 一个大的一个 我用红的标记记的是一个顶部 一个箭头 对 现在怎么操作呢 我个人觉得呢 呃 就是按照我们的操作的习惯来看哈 前期底部的这个信号的低点 我们往下设五毛钱止损 也就是说这个股票呢 短期在顶部出现以后呢 依然是可以买进 呃 一旦不断的accumulate 但最好也许是一个双底 或者说我们分两类人 或者说我们分两类人 就是一类投资人是短线交易的 也就是说他的止损是非常小的 嗯 他的资金可能不是很大 或者他不愿意受到很大的亏损 那么这类投资人呢 应该在前期的这个底部的这个区域向下 是五毛钱 然后呢 止损出场 因为毕竟要保护你的这个投入的资金的安全 第二类投资人呢 就是大家我们可以说是 他比较不善于经常交易 他比较说buy and hold这种投资人 那么他依然可以在我们的底部信号出现的时候呢 不断的accumulate 就是不断的买进 也就是说原来我建议投资人在资金管理方面 遵循三步骤 就是分三批买进 而不要一次性的买进 这并不是说average down 这并不是说每次不断的跌了 不断的占买 而是说把你的这个入场的成本 分成三期分批分次进 可以达到一个最优化的一个入场的成本 所以这样的操作的话 按照我们的信号呢 我相信投资朋友就会非常轻松 一天他只要花大概半小时 或者甚至15分钟的时间 关注你设置的股票 关注你平时关注的一些股票 相信大家都知道无锡上的这个股票 相信也很多朋友喜欢炒作这个无锡上的股票 最近我在德州刚刚开完讲座 有一个朋友说他说 我做了这个LDK 最近一直在亏损 其实我们如果打开这个信号的话 或者我们打开随随便便很多股票 打入这个信号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LDK 它有顶部是在 就是2月8号的时候 这个股票最高到过6块钱 哇 当时我们给出顶部信号的时候 这位投资生如果有这个股票就可以抛掉 那么现在这个股价呢 是3块8毛8 可见已经跌价了50% 那么很多投资朋友说 我这个股票被套住了 那么很简单可以按照我们这个操作 6块钱抛掉手上的股票 等3块8毛8 我们今天这个股票 已经基本上给出了一个买进的信号 那么这个时候 3块8毛8可以考虑买进 然后呢 根据你的 我刚才讲的短线交易人 和波段投资人 两种操作方法来操作 短线投资人呢 就是他的前期的低点 底部的向下设置 比如说今天3块8毛8 他设置了 是给出一个底部信号 那么我们在3块8毛8以下 涉5毛钱止损 这是短线交易投资人 那么如果是作为波段投资人的话 可以考虑3块8毛8 如果要买进1000股的话 可以分三次不停地买进 那么第二张图呢 我想跟大家举例子呢 也是一个中国的概念股 叫U库 U库它不是跟土豆网最近结合了吗 对 当时U库这个信号出来的时候 这个新闻出来的时候 我个人觉得这个股票呢 我分析了它当时的新闻 我们先不说我主观的分析 我先说这个信号 信号当天就给出了卖出信号 大家可以看这个图的话 就是可以看到 它的卖出信号是非常明显的 我也在上面画了一个红红的圆圈 再加上一个箭头 对告诉大家 我们的信号给出了卖出信号 大家可以看 我们卖出信号是32块钱 得到我 就是在休斯顿做奖座这一天 3月31号这一天 22块整整跌了10块钱 而我们在休斯顿这天做讲座 这是我的休斯顿的PPT 大家可以看到或者说 我那天做节目的PPT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当时 在星期五的时候 3月31号最后一个星期五的时候 给出了买进信号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4月2号美股 这个股票 我们是上涨 今天是周 就是说美股在4月2号是上涨 可见我们的信号呢 是非常非常具有威力的 当然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两个信号 第三张图呢 大家我举了两个中国概念股 大家说你为什么整天说 中国概念股能不能说些 其他的不是中国概念股 好啊 来一只不是中国概念股 好的我们可以看到最后一张图呢 我想跟大家说明的是FXCM FXCM OK 这是我们另外一个板块的 一个就是收费网页 叫三昭制胜黑马银当中 给出的一个股票 可以说三昭制胜黑马银呢 我有几个股票呢 两只股票我非常有薪水 也就是说非常有心得 一个是VVUS 一个是FXCM 为什么说VVUS和FXCM 这两个我非常有薪水呢 因为这两个公司呢 我非常熟悉 而且知道它的Pattern 我们就简单以FXCM 这个做举个例子 这个股票呢 从11块钱一路下跌 跌到8块 这个时候呢 我们80.4 70.7 86.3 加恩角度线 都给出了一个买进的信号 当天我就让我们的 这个编辑呢 发出了三昭制胜黑马银的 一个买进信号 我就说按照当天 第二天开盘的市场价进场 那我们可以看到 随后呢 我们这个股票呢 没有太大的波动 而是出现了 逐渐持续的盘整下滑 大概在 我们如果当天 以10块钱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股票呢 最低跌到大概9块7左右 随后呢 这个股票 我们可以看到 在三月过后呢 这股票最高呢 飙升到13块半 涨幅呢 达到了30% 甚至留了一个跳空的缺口 所以可见呢 我们的信号呢 是能够帮助你 帮助投资人 达到他们的一个要求 就是大家可以测试 我不敢说100% 但是可以说70%的概率 或者75%上的概率 我个人认为 甚至比巴菲特 或者索罗斯 或者比沃人王 更能够帮助大家 能够赚钱 是这样 那除了这个工具 必须要有致胜率高的的话 在真正trading的时候 自己的魄力 还有要严格执行起来 这个也是另外一个话题 值得讨论 我们今天已经主动的 由沃人王提出来 几个股票 利用VIP里面 显示出的讯号 达到成功的trading 并且能够获利的一个实力 我们接着就要来休息一下 进段工商资讯 后来就要看看VIP 它的流程到底是怎样的 知道了这个以后 就能够比较稳定的 立于不败之地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